爱国是自敢反正是有效地提高我们香港将来发展的素质 确保我们爱国爱敢的人士可以进入到这个选举的季度里面 首先它的代表性和均衡参与性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次的选举的选委 这个界别是广泛了 而且参与的人数是更多了 我觉得这个第五界别架起这样的一个桥梁就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青年界别 像我们基层社团界别都有机会来参与到这个选举政府的这个管制团队里面 我觉得代表了更广泛的声音 更好的体现了我们新的选举制度的参与性广泛性代表性和均衡性 新选之下这个选委会的规模得到了扩大 戒别分组的架构也得到了优化 体现了这个广泛的代表性和均衡的参与性 它突破了某一个戒别地区或者是传统政团的利益极限 使各阶层各界别和多方面的这种利益声音都能在香港的管制架构之中得到反应 特别是能更好的代表基层百姓的利益 可以回应大多数香港市民的诉求 扩大了整个的规模 整个就是我们的参与的界别更加的均衡 而且人数由原来的1200人增加掉1500人 这样就是更加体现这个均衡参与广泛代表的一个作用 那这个作用呢可以更加稳定香港的一个发展 而且能够去除过往那种反政治化 以及有一些反中乱港人分子在这个制度里面来兴风作浪 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 多人选举是一个好事来的 我觉得这个没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好事 越多人选举越好 推选这个选都制度 不是爱国的人士 就是杜绝了他进这个门栏 在未来这个选特首 和这个立法稿的议员 就不需要搞到香港的民生 还有就有拉布 变成不会影响我们香港的市民要的所需 就是说每一个参选立法会的人 他不仅要考虑自己业界的利益 或者自己地区的利益 更加要考虑香港整体的利益 可以对我们香港的 解决一些香港的民生问题 所以深层次矛盾是会更加有帮助的